大家好 我是阿倫 現在阿倫人在雨田機場 就是東京的雨田機場 然後現在要準備要回台灣了 然後現在是晚上的11點半左右 我第一次這麼晚來到機場 然後今天要幹嘛呢 今天其實就是主要的就是要去 來體驗 來去機場住一晚 而且重點不是要去住什麼旅館 就是因為我今天要搭的飛機 是早上5點多的飛機 要去台灣的湖航 對 所以俗稱的紅眼班機 然後在這一段時間呢 11點到半夜大概30點 因為3、4點可以確定 在這之間到底能夠 哪邊可以好好的一個休息呢 那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去找找看吧 希望有地方可以讓我好好的休息 好 走吧 好 我現在要去稍微高一點的樓層看看 因為1樓是巴士站嘛 應該會比較吵 就人人會來來往往 然後2樓是那個路徑大廳 那邊應該也是人會很多 所以我現在想要先從3樓出徑的大廳 那邊開始去找3樓看看有沒有 3樓、4樓跟5樓 看看到底有沒有地方可以好好讓我休息一下 對 然後如果大家對這個 雨田機場的每個樓層大概有什麼樣的介紹呢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一個影片 就是那種玩轉雨田機場 就是我實際的把雨田這樣各地都有拍過 現在晚上的機場 目前看人還滿少的 之前到底有沒有辦法找到地方好好的休息呢 就等一下就起來看看吧 有點小緊張啊 晚上11點多呢 它這邊的Seven竟然已經關了 它這邊Seven只開到11點半 所以說這邊呢 店是無法逛的 然後這裡出徑大廳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邊有些人已經開始在佔位置啦 晚上11點多的這個燈光好像比較暗一點 可能因為也滿多人要來這邊休息了吧 所以這邊 感覺人來人往的可能也比較沒有什麼位置 你只要往上面去看看好了 好 我們現在到了4樓 4樓呢聽說這邊有些地方還滿好睡的 就是那種到晚上這邊店呢都會關掉 就是現在平常像這種江戶小路 的店呢晚上都會關 然後等店關了之後呢 像旁邊這種紅色的長椅呢 都可以休息的樣子喔 好 今天我的目的呢 是想要找一個安靜又可以休息的地方 好像這種地方呢還滿安靜的 像到晚上的江戶小路這邊呢 這邊的店呢大部分都關門 然後隨向這種地方呢我們就可以來休息 就是如果你 再往裡面走呢可能會有比較那種 比較沒有人會走動的地方 可能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不過呢這邊的椅子呢 因為都還滿硬的 都是木頭椅子 所以睡起來應該會不太舒服 然後前面那邊已經有些人在準備要休息了 好 我們再往上面看看吧 現在是11點40分左右 目前看起來好像還好 就好像還是可以休息的地方 應該還滿多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旁邊已經有很多人在睡覺了 目前看起來五樓呢好像是最適合休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後面呢其實有滿多人呢都已經在休息了 對 然後我們現在去找個地方來休息一下吧 夜晚的雨天機場感覺好神奇啊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是五樓上來這邊呢 馬上往回轉了 這個地方呢是最隱密的 感覺最好睡的 不過現在已經都被站走了 糟糕了 最佳地點已經應該是沒有辦法拿到了 對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其實真的 有椅子的地方呢都有人在躺著睡覺 這一個影片我們光是那個打馬賽克 可能都會打到手軟 對 因為有滿多人的 然後目前的感覺呢就是 五樓呢這邊其實還滿溫暖的 所以它的空調呢不會說很冷 待在這邊呢應該是比較不用擔心著涼吧 我們先去再下去看看有沒有別的地方可以 可以坐著休息好了 二樓感覺超亮的 好 我們現在到二樓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呢 人呢目前相對來說還是算少 然後這邊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椅子呢 是兩個 兩個了 所以說其實是沒有辦法躺下來的 這一點也… 所以說這邊的人才會這麼少 好 我現在在這個路徑大廳這邊 然後二樓這邊呢最大的缺點呢就是 這邊有點亮 對 然後不知道等一下 晚上沒有搬機的時候會不會比較暗一點 不過現在呢已經快12點 現在11點50分了 這邊還是這麼的明亮 所以在這邊應該比較不好睡吧 好 然後如果來到這邊想要洗澡的人呢 二樓呢這邊有一個這個洗澡的地方 不過那個呢是需要要錢的 對 然後二樓有一個這個咖啡廳 然後是24小時一夜的 所以如果想要在這邊休息呢喝杯咖啡的呢 這邊也許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喔 好 如果晚上不想睡覺的話呢 這邊的一樓呢有那個便利商店 有Lowson 24小時的Lowson 然後在四樓呢也是有那種 24小時的集野家之類的 所以你如果想要吃東西的話呢 也可以去四樓或者是一樓 或者是二樓的咖啡廳等等 都有滿多選擇的喔 我要坐的飛機在這裡 虎航早上5點30分 然後如果你擔心你在睡覺 如果你沒有辦法顧行李的話呢 這邊其實也很貼心 就是它有那個Coin Locker 就是那種置物櫃 是算是要錢的啦 不過就如果你想要睡覺的時候 沒有什麼後顧之憂的話呢 這個也許是你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在三樓這個出境大廳的這邊呢 總共有三個地方 在兩邊廁所的地方呢 各有那種置物櫃 投幣式的 另外呢還有在這個J J的櫃台的對面呢 這個地方呢也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你暫時放行李的 然後也是一樣的是要收費的 大家如果想要好好的睡一覺 不要有那種擔心行李的話呢 這邊也許是你不錯的選擇喔 好 這邊就是廁所 廁所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這個 有可以放置物櫃的地方 就在廁所旁邊 這裡 好 一般的呢 這個是300塊 然後比較大的 比較像可以放這種 大隻的行李箱的呢 就是500塊喔 我也太幸運了吧 這邊剛好剩下最後一個 好 我現在在四樓這邊喔 四樓這邊 如果你晚上不知道要幹嘛呢 它其實這邊有那個 它這邊有24小時的摩斯漢堡呢 還有雞也加 還有下面這個 是吃那種像定食類的地方吧 對 所以說如果你晚上不知道要幹嘛的話呢 可以來這邊吃東西喔 夜晚的雨田機場 人超少的 哇 無時無刻都有人在休息 哇 來到了這邊了 食堂 吉野家跟摩斯漢堡 24小時的地方 如果肚子餓呢 也可以跟朋友來這邊吃吃飯啊 或者是在這邊放鬆一下喔 哇 日本橋 哇 這裡還不錯耶 我走到一個還不錯的地方耶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那個 電梯的出口 可是這邊呢 走道呢 幾乎從後面 後面這邊可以進來 所以這邊呢 其實是不太會有人會進來的 所以也許 說不定 可以在這邊睡一下喔 好 我現在已經決定 要在這邊睡覺了 這邊呢是五樓 就是剛才那個電梯旁邊那裡喔 雖然有一點點草 不過我覺得這邊呢 相較之下 人算是比較少的地方 那我們就準備來睡覺啦 來 阿錯 跟我一起睡吧 當枕頭 大家晚安 好晚安 對 現在時間呢 是大概兩點四十分左右 大概睡了兩個小時吧 一個多小時 快兩個小時吧 對 它那椅子其實還滿硬的 雖然中途應該很累 其實真的是有睡著 不過呢 後來因為畢竟人來人往嘛 然後後來有一群那個 不知道哪來的年輕人 然後就在阿倫的那個睡覺附近 那邊大聊天 對 所以說太吵了 所以就跑 就醒來了 對 所以說呢 其實就算真的找到了 還算滿偏僻的角落的人 還是有可能會 有碰到中 因為畢竟這個是不用錢的嘛 所以說 不確定 出來睡會比較多一點 這一點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要在機場睡覺的話呢 就請自行斟酌囉 離那個我要check in的時間呢 只剩下大概不到一個小時 所以說我應該是不會再睡了吧 等一下在飛機上再繼續睡 好 那先去喝杯咖啡囉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這個阿倫來到這邊 機場 機場睡衣教的這種 簡單的心得跟經驗的分享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像我是覺得說 這邊其實還不錯就是呢 這邊的那個警察呢 跟那個警衛呢 他們巡邏巡得還滿勤的 所以說其實 說真的 安心感的是還滿夠的 不過如果你是真的打算 要好好睡一覺的話呢 其實我並不是太推薦這裡 就是讓你說 你可能還是要去交流旅館啊 或者是說其他比較 那種可以安靜好好睡一覺的地方 因為畢竟這邊 人來人往嘛 就是你不管再怎麼樣找一個那種 可能也許安靜的角落 不過還是會有可能有那種 人會走在走去啦 所以說你可能就會睡不好 而且呢就是 還有大家要注意就是那種 貴重物品的東西 記得要隨身攜帶呢 或者是放在他們的寄物櫃裡面 這樣子會比較安全喔 好 那今天的阿倫 Channel 就到這邊就說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阿倫 Channel 主要是 跟大家介紹阿倫在日本的一些 所見所聞啊 還有像是 千種阿倫在日本的一些 體驗生活的經驗分享等等 有興趣的人歡迎來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的第一手的影片資訊喔 因為這邊呢 是我的Facebook的粉絲頁 還有我的IG 我會把一些在日本的日常生活呢 都會放在這邊 不要忘記去追蹤一下喔 還有呢 這兩邊是我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幫你點進去看看 それではまた皆さん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等你喔 準備要去登機囉